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变得这么懦弱 你变化太大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知道 如果不是你爱我 如果不是你知道我也同样的爱你 你早就放弃了 我什么都明白 是啊 你既然什么都明白了 那你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不能对我说呢 你肯定他一定会打来电话吗 肯定 我就搞不明白 你说我能帮你什么忙呀 你到了就知道了 好吧 出租车 真想回到过去的时候 是啊 那个时候咱们俩常到这儿了 当然 更多是打着你姐的案子的旗号 唉 那个时候咱们多年轻啊 那时候就不年轻了 这是你的想象 可能是吧 这些年 这些年 我觉得自己沧桑多了 你可能不相信 我 都不大会笑 至春 何必呢 吴娟 你可以告诉我了 你有什么为难的事 跟我说吧 算了 没什么 这么多年了 我每次在碰到你的时候 我都知道 你是在特意等我 难道是因为你姐姐 你怕拖累我 她够惨的了 她才三十六岁 就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年 说不能说 动不能动 你说 她的病能不影响我的幸福吗 至春 她不是你姐姐 你不可能有切肤之痛 吴娟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不这样说 我能怎么说呢 我们姐妹两命太苦了 吴娟 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 至春 如果没有你 我姐也许早就没命了 我们非常感激你 你忘了我吧 我这辈子也不会嫁人了 这就是我一直无法说出的难言之隐 你都明白了吧 至春 你就把我当作一个 你曾经认识的人 不要因为我影响了你的生活 吴娟 不错 我觉得今天聊到最后呢 还怪他小爱来点啊 原来随着那音乐迷蹦 一声疯喊 全都忘了吧 什么事 你呀这是土的吊渣 还好意思说呢 就是太可惜了 小爱先走了 她要多多玩会儿多好啊 当然了 您说美国长度重要 还是跳舞重要 就是啊 是啊 你先带这赵秦走吧 我想自己遛逃 又 怎么了 好 感谢这位朋友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你好 你好 上一个听众聊的时间不短呀 时间是根据问题的需要产生的 你在我的脑子里 越来越像野花丛中飞舞着的小妖 对我充满了诱惑 妖女的重要概念是来自于心灵 可是心灵与肉体之间有着永远不可逾越的距离 你可能忘了 可是再超多了女人也需要饮食啊 这很重要吗 你该信上帝 我知道你是谁 好 咱们该说再见了 我约得像李少妃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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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要是跟你说了 不又得爱你一通埋怨 丁雅雷 你也把你说得太可怜了吧 你说在刑警队 除了你跟我红脖子瞪眼的潮以外 好像还没有第二个比你勇的嘛 队长 你说这话是不是记很过 这话你得问自己 你说呢 那个坟地在岛的什么地方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后来我和双子还去找过一次 那坟地什么样 我 记不清啊 当时就过去找人了 你还记得那个老太太 长得什么样子吗 老太太 不记得了 刚时没太上心 队长 我知道你又要批评我 你当时说大青瓜的情况时 我不太用心 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啊 丁小蕾 你还没回答我 昨天晚上 你为什么跟踪我 老太 志成四 智成你过来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 萧萧以为我安恋她 那你说呢 我看啊 你这根弦 针得也太紧了 人家都恨不得往你脸上蹭吐沫了 你还等你赏钱是吗 先生 你听得再多我们也只能给你打八折 李少飞 我看你是真打算让我给他挪位子了是吗 张晓晓 你走了 张晓晓 你走了 我又给你剧本找了一个投资商 谢谢你啊 少飞 那这样我待会儿过去找你 对 我还有事跟你商量的 那好吧 待会儿见 再见 那姐您接着说 你听我的算怎么回事啊 小飞 我叫你一声姐姐行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队一直就看不惯我 而且他对我有误会 我自己去说 不是越说越别扭吗 我想来想去 还是你最合适的 你要我怎么跟他说啊 说 丁小雷没有跟踪你 你们俩碰上纯属巧合 可据我所知啊 你这么干 不止一次了 谁说的 你分人呢 这个烟 里面有那么多种有害物质 那说我往肚子里抽是什么心情啊 大姐啊 您是什么心情啊 我就是什么心情 你跟我比啊 我一老太太 活一天串一天 哎呀 打从我抽上烟那天起啊 我就下决心 破了这个案子 我一定解烟 可这案子一个接一个的 我哪有功夫解烟呢 就逼教育的 停 你告诉我谁说的 谁说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到底干没干 我 你到底为什么呀 我就是觉得他这人老神神秘秘的 就因为他老穿黑衣服 就觉得他神秘了是吗 那到底不全是 那你查查什么了 我也就是出于好奇 上次他洗丧拿那次 那我是在房间门口看见他车了 你以为我真跟他 我不管你是真是假 小雷 你也太经历过人了吧 上面还有王局长呢 你这心都操得 你这一天 他把他扫子哑伤了 你知道吗 小爱小爱 你没发现吗 林队跟王局的关系不一般 林志春他爸以前是老刑警队队长 王局在他手下干了那么多年 人家有生死之交的 那王局也够神神秘秘的 你没事吧你 谁懂神秘 我没这种感觉 你指什么 你没发现 王菊除了工作以外 就没有其他的个人生活了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我就那么值得你信任 你说对 丁小雷 你说对了 丁小雷 我在这 你叫魂哪 什么叫魂 甭说那么多了 队长叫咱们赶紧走吧 罗外 叫个三三制 沐军 等一分钟 中国有句老话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由我们镇海的生育担保 我相信咱们的合作 一定是愉快和成功的 葛总 那就先这样 我们回去拿出一个戏子来 好 钱嘛 这个大伙一块赚 是吧 要不钱怎么能开呢 是不是 慢走 我听你们消极啊 好的 两位慢走啊 好 表总再见 再见 你今天的心情不错吗 当然 手机办怎么样 还算顺利吧 都在里面呢 在南海啊 还没有人敢不买我葛正海的面子 你姐的医药费该交了吧 没有人家 那个家 你这什么意思 这种茶呢 只能用刚从师缝里接的山泉来煮 只能喝第二遍漆的 而且只能喝中间那三分之一部分 剩下的就不要了 就你这三个纸药 就可以当妙玉的老师了 你不觉得你是在喝钱吗 分跟谁喝 钱其实就是一种感觉 不代表什么 你给我的感觉 特别像是川剧里的遍脸王 是吗 那现在是什么脸 鬼脸 你记错数字了 我这是好心啊 有时候好心会变成恶意的 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深不可测 如果深到了不可测试的程度 那么这种测试就失去了意义 你说呢 我告诉你啊 你说错了 我非把你测出底来 你过来一下 你认为我就是打电话那个人 其实我倒真希望我就是那个人 为什么 因为他对你的隐私有一种参与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那你就错了 笑笑 错不错我都不关心 因为那是你的事 但你改变不了我的想法对吗 我为什么要去改变你啊 说实在的 我连改变我自己都很难 我想听听 你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吗 我想变得没心没肺 想变我想的时候 可笑吗 我有时候也这么想 不过对我来说 还是现在最好 笑笑 问你一个私人问题行吗 你不工作 怎么生活呢 你指的工作是正式的工作吧 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不一定有正式的工作 才能挣到钱 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写作 丁小雷支持你这么做吗 在个人生活方式上 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 我不会因为别人 而不轻易地改变自己 这说明他并不支持你 小小 如果 如果我说我喜欢你 我想知道你的反应 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 朋友之间的谈话范围 我们不谈行吗 为什么 难道就因为我是你女朋友的男朋友 我就没有权利喜欢你吗 你有权利做任何一件 不违法乱纪的事情 可是这并不代表你什么都能做 少飞 我和范围是朋友 如果你再这么说的话 我对你的人品会有看法的 那就是你的事了 反正我就是喜欢你 可我并不喜欢你 小爱 我是林春 那个下班以后在楼下等我啊 我不会怕别人怎么说我 怎么看我 而让自己委屈求全的 你喜欢我不喜欢我 跟我交往不跟我交往 都是正常的 我想知道 你会不跟我交往吗 那又何必呢 我没有什么可回避的 你就那么自信 你会了解我的 我们言归正传 我今天找你 是有件事要求你 说吧 是这样 咱们市的福利院呢 要搞一个大型的慈善晚会 配合这个晚会 要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公益广告 因为参加这次活动的人 都是义务的 没有钱 所以他们找了几个人 但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他们的设计图比较潦草 福利院那边挺失望的 你的意思是问我 能不能设计 我只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没有别的意思 晓晓 要是别的 助人为乐的事 也许我不会非让自己 和雷锋看齐 但这件事 你找我就算找对了 这活我干 好像 还有点别的原因吧 这个原因 不铁罢 小蓝 你说一个人 能不能同时爱两个人 你看今天落日多美啊 我觉得 我没必要回答你这问题 哎呀 我心中的秘密 不断地被你察觉 有的时候 你让我觉得 我这个人的坚强啊 实际上是一种假象 我可没有这种感觉啊 那是以前啊 以前 你对我所扮演的角色 太投入了 哎 你不觉得投入点好吗 你不觉得投入点好吗 我决定放弃了 放弃我一个人的战争 其实啊 一个人的遭遇呢 注定了他所要面临的 幸与不幸 你说 无娟是什么样的遭遇呢 小蓝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是 最理解我的感情了 可是我们两个人 并不相爱 三物 第一个人 到 有 无 无 不 祝福 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范雅 你为什么生气 我心里都明白 我对你生气 证明我对你还有感情 如果有一天我连气都懒得跟你生了 那我们之间也该结束了 邵飞 我真不明白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什么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不是踩着明白装糊涂吗 不就是一个肖像吗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一见他就混着手射的 范雅 说实话 我确实不是一个好人 完人 我内心在好与坏之间不是没有挣扎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渴望做好人 可却一直在干坏事的人一样 我内心对自己非常反感 而萧小似乎可以过滤那种我对自己的反感 这么说 你爱上他吗 现在还谈不上 那我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现在不还是我的女朋友吗 谢谢你还明白这一点 那么你告诉我 我们这种关系还能维持多久 你总要给我标准的时间 让我心里有些思想准备吧 范雅 范雅 你就真的那么在乎形势 而不在乎我是否真的爱你 范雅 范雅 你的感觉也太好了吧 我反感的不是你爱我还是不爱我 我反感的是你一见到萧小就找不着北 她是我的朋友 你这样做对着事的意义你知不知道 范雅 这件事你就没有责任吗 就算是我喜欢萧小 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不觉得你这个人太赤快 太公欲心机了 从你跟我认识那天起 你就是帮我打一份文件都要用金钱来计算 就更不要提其他的事 你算了没 你在我公司挣了多少钱 我二老娶丑有什么错 错就错在你心里太阴暗 我为什么要巴巴复制我的智慧 即便我嫁了你 我也是这样 你能说婚前财产公正是不道德的吗 好好好 我说不过你 范雅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么说反而加重了我对你的反感 不 我们别再闹了好吗 看在我们相处一年多的份上 别再争了 为这个剧本不值得 那你为我值不值 刘少斐 我勸你从现在起 不要再跟苏小有认可来往 否则的话 否则怎么样 否则 你会引火烧身 那个刑警绝绕不了 你什么意思 你心里应该明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今天应该去电台 为什么 这样可以证实一下 给你打电话的人 是不是抢约链锁的 怎么 你们把他抓住了 对 你真厉害 你想听什么 我想听你在不在里面 王市长说 如果你想要盖那个章的话 必须有财产担保才行 这回没问题了吧 但愿吧 为了这个事啊 我腿都快跑细了 做生意嘛 就得辛苦一点 咱们那案的公安局有消息吗 好像还没有 不过 在案子没有破之前 即使有什么线索 他们也是不会告诉咱们的 你很内行啊 我可告诉你啊 这些事可不给我们财务部管 公司是我的 我想让谁干就让谁干 你好 你们是市局信息队的吧 对 协查通报一下来我就认出来了 他是李老大船事长帮工 人挺老实 听说是大连来的 身份证也齐全 不知为什么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他叫什么 他叫赵隆福 到了 这就是李老大船啊 李老大 李老大 您回去吧 智春啊 以后你不要来看我呢 我知道你工作忙 我不来看你 我爸地下有之他不答应 你爸是个好人呢 可我现在是没用的人呢 您千万别这么说 大妈 我刚才跟您说的事 您还得留心呢 我相信 谢谢您啊 李老大 谢谢您啊 不客气 不客气 来来来 来 看那是谁 他上这来干嘛 哎 你这不是糟蹋不痛快吗 明知道咱俩干 暗地里自己偷偷跑这儿调查了 什么意思 哎 你怎么知道人家干什么来了 又多心了吗 我多心 我看你还是多准备一份心眼吧 你 小蕾 局长 笔记和指纹都对上了 而且他也承认了 你坐吧 小蕾 你为什么总带着面具 你为什么总到这个低厅来 你找我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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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找我 找到我 找到我 恐怕你还费了不少劲 找到我 恐怕你还费了不少劲 你说 时间是根据问题的需要发生的 在我的脑子里 你 你越来越像野花丛中 你的小妖 对我充满了诱惑 妖女的重要概念来自于心灵 可心灵和肉体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 你可能忘了 可是再超多的女人 也需要饮食 这与她以艺术为生存的根本有什么不同吗 你该信上帝 我知道你是谁 可我没想到会是你 而且还带着我的相传 这就是命令最精彩的安排 你还没想到吗 让你行为 你还没想到吗 那是手疯了 你还没想到吗 你还没想到吗 人员 女人员 对 女人员 她是要很工智 但是她是科学的 成本人员 进来 小艾 林队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我还等着去渔村派出所 那你去吧 派出所早上来电话 说是无名师有主了 我还得向他汇报呢 你打的手机啊 没开机 呼他也不回 说明在路上 一会儿就回来了 其实我早晨看见他了 是吗 那你去渔村发现什么线索没有 除了知道 那个被杀的叫赵颖福以外 没什么其他的线索 你好像情绪不太高了 可能是吧 小蕾 你说一个人可能同时爱上两个人吗 什么 你说一个人可能同时爱上两个人吗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 根本不需要我回答 看来有的时候你这人还挺聪明的啊 是你问题问的太聪明了 方思我啊 我哪敢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看来你还是不够聪明 小瞧我 是不是有人让你和林队好 又喝 我还真小瞧你了 这事明摆着 那一方面像你这么年轻漂亮又极其聪明的女孩 咱们局大院找不出第二个啊 另外一方面 咱们又有一个既像大姐又像朋友的局长 那么关心咱们林队 这事你不说我也一样想得出来啊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别来这个 你哪是那种听别人主意的人啊 不过你要真让我说 我觉得你们不合适 为什么 你们都太冷静 而爱是需要激情的 有这种可能 请见 小爱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 我到处找你 你护我有什么事啊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情况就是这些 我现在得去查一下葛镇海提供的户口 你还是先跟我去岛上看一看 大青瓜上坟的坟地吧 吓我 我现在要是不去 我就心里老不踏实 那好吧 是 衣服的 带上坟地 分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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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